我丈夫和我一起種花 但今年可能是我們的最後一年 我们有很多困難 这是我们的故事 花就像我们的小孩一样 那我们也会花很多的心思来照顾它 希望它开得很漂亮 那我们在每一年当中看到花 每一朵开出来都开得非常好 非常漂亮的时候 我们也会非常的开心 这个是我的父亲 他从湖南来帮我们买花 你今天搞熟的啦 我是那一个 哦 难怪车的 我是巴德 可以开 这个是我们的小猫 但是它从来没有抓到过一只老鼠 这个就是我 春节是我们最重要的节日了 那个时候大家都愿意出门买一些漂亮的鲜花 今年的冬天比往年都还要冷很多 那当然以这样的情况 我更害怕停电 那在我们这里面所有的一个设备呢 全部都依赖电力 不管是风扇 不管是这个遮音网 保温膜 一直到加温机 这些东西全部都离不开电 我丈夫有一点妄想症 说来也怪 今年特别的冷 他晚上会做噩梦 梦到突然停电 不过两年前 我们的两万多朵兰花 确实是在一夜间都死掉了 所以他就花了很多钱 去买了一个油法电机 来以防万一 现在我们的花房里堆满了花 哪怕是一天的停电 都会让我们变得一无所有 但是他还是会半夜惊醒 怕我们的公司没了 那对我们来说 我希望一次卖掉就是 可能几十盆几百盆 一般的零售客人过来 就是一般家庭用的这些客户 他们可能只买一盆两盆在家里面摆 最近的批发的客户 都还没有真正的再过来 那我们也一直在给他们打电话 然后想要了解一下 到底就是说 他们什么时候才过来买花 但是到目前为止 一直都还没有一个 就是比较明确的消息回复我们 所以我们也还在等 我们做这个行业的销售期非常的短 都是集中在过年前几天 那其实春节前这段时间 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时候 因为我们辛苦了一整年 养花就是为了这一段时间可以卖花 所以这一段时间对我们来说特别的重要 我们的花还是很多在温室里面 那我特别怕万一 没有办法完全的处理掉 虽然我也不太敢说 可是我也很害怕公司就没了 现在离春节只剩下两天的时间了 虽然今年花的产量是最多的 可是今年确实是太冷了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卖掉很多 这两天的天气虽然是好一些 但我们还是可能会失去一切 要搬回台湾 我跟你说 好 我开包 と思います 今天都没 Jedi 天才被战 那你可以再多拿幾盆啊 沒有問題 把車子裝滿 裝滿不要浪費運費了 那最近 你看電力也沒有問題 天氣也非常的好 那我們的花也賣得很順利 所以我現在非常的高興 心情非常的愉快 我還記得我們賣掉 最後一朵花的時候 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們做到了 我原來以為今年 會是我們的最後一年 買完了 好開心哦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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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丈夫買的油發電機 我們到現在也沒有用過 我應該要開始囉 我應該要開始了 這個小麵花 我應該要開始了